这只鼠子也太能装了 左脸夹一颗 右腮帮一颗 嘴里还能雕一颗 秋天到了 橡果熟了 青蛙要小心高空坠物 蜗牛要注意头顶安全 金花鼠则要开始疯狂大囤货了 这个小家伙啊 刚满两个月 看着细溜的样 我们就叫它鼠条吧 为了整个冬季可以高枕无忧 鼠条需要存够100颗橡果 看这数量还差几颗就够了 但他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门外的土豆给盯上了 土豆身强力壮 却好吃懒做 薯条前脚刚走 土豆后脚就来偷家了 看着堆成小山的橡果 土豆高兴得何不拢嘴 既然可以偷别人的 何必那么辛苦呢 这么多的橡子 我就不客气了 来时没编个口袋 真是失策 好在腮帮子够能装 来回几趟 就把薯条的家给搬空了 而勤奋的薯条 还在拼命地收集橡果 硕大饱满的橡果 谁能不爱呢 馋的麋鹿大哥 口水横流 也想尝尝 这秋天的第一颗橡果 但薯条可不想拱手相让 这是我的 一个闪现必杀戏 华丽转身回基地 麋鹿的大蹄子 踩了个寂寞 只能咽下口水 看着薯条溜走 但当他回到家的时候 心态彻底爆炸了 我的橡果呢 镇的江山呢 看着地上零星的几个小果子 薯条哭得 那叫一个伤心 然而土豆连这一点也不打算给他留下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但三好学生 哪干得过不良七年啊 几个回合下来 薯条逐渐招架不住 被咬得呲牙乱叫 带着一滴残血 灰溜溜地逃走了 冬天就快到了 去哪里再找一百颗橡果呢 薯条心如死灰 不知不觉 来到了寂静之里 这里住着他的远黄亲戚 辣条 别看这小家伙的身材非常小 耍起狠来 连毒蝎子都不带怕的 会咆哮的不一定是恶龙 还有可能是老鼠 与呆萌的薯条不一样 辣条可是个狠角色 他还有个名字叫蝎子鼠 为啥叫这名 马上你就知道了 看到这只张牙舞爪的毒蝎子没 小家伙根本没在怕的 因为他对蝎子的毒液完全免疫 充满剧毒的长尾巴也成了摆设 三下五除二的狠蝎子就成为了美味小点心 辣条得意地发出了胜利的吼叫声 仿佛在宣告老娘才是森林女王 但是这世上总有比你更强的 比如背后偷袭的大蛇 还有追对你抱头鼠窜的老鹰 所以做鼠还是不要太招摇呀 薯条就老实多了 为了寻找食物 还背井离乡来到了隔壁村 虽然这里危机四伏 但象果的诱惑实在难以抵抗 地上的骸骨令人不寒而栗 仿佛在提醒他要小心警惕 薯条还在考虑 这象果到底横着放还是竖着放 完全没有注意到头顶上的猎手 猫头鹰嗅到了猎物的味道 眼皮轻轻一抬 就吓得薯条连象果都拿不稳了 别怕别怕 拿完赶紧走 薯条一边鼓励自己 一边拼命往嘴里塞象果 猫头鹰则在树上露出邪魅的眼神 吃吧 多吃点 隔就爱吃肥的 时机差不多了 鹰哥抬起了大爪子 一个斩翅朝着薯条俯冲而去 这肥美的猎物 鹰哥那是志在必得 而薯条觉得自己还能再塞一颗 眼看着鹰哥离他越来越近 薯条终于开启了躲避技能 只见他滋傲一嗓子 丢下象果撒腿就跑 鹰哥哪肯放过刀嘴边的美食 大爪子眼看就要够住了 生死一瞬间 薯条一个纵身钻进了洞里 小命总算是保住了 鹰哥扑了个空 简直气急败坏 但也只能不甘地怒吼一声 信信离去 你肯定没见过 打架这么猛的老鼠 鹰爪下逃生的薯条回到了家中 小命虽然暂时保住了 但没有足够的食物 到了冬天还是难逃一死 薯条响了整整一夜 战死总比饿死强 他决定找土豆决一死战 或许还有机会夺回自己的象果 闻着气味他找到了土豆家 气势汹汹地跳下树窗 瓜娃子 还我象果来 土豆没见过这阵仗 吓得瓜子都掉了 定睛一看 原来是手下败将 他冷笑地冲了过去 就凭你 有本事就来呀 但这一回薯条彻底支愣起来了 丝毫没有退却 两只薯子很快就扭打在一起 他们从地上打到了树上 又从树上打到了地上 先手定住 再垂胸口 注意走位 神龙百尾 薯条这回占了上风 俗话说得好 穷的怕横的 横的怕愣的 愣的怕不要命的 最后一招 飞沙走石 顿时摇起了大量泥土 土豆被吓得连连求饶 但薯条一个猛扑 就是一顿挠 丝毫不留情面 叫你偷东西 叫你偷东西 头一回被揍得这么惨 土豆只能夹着尾巴 抱头鼠窜 薯条终于夺回了 属于自己的一切 而土豆只能在不远处 舔着伤口 眼睁睁地看着偷回来的相果 哪来的回哪去了 随着仓库渐渐充盈 冬天也随之到来了 树叶都结霜了 蜻蜓也被冻出了 外面的世界披上了一层银霜 窝里的薯条 则舒舒服服地 躺在小床上 心满意足地 看着自己的相果大山 接下来的六个月 除了吃饭睡觉打土豆 啥也不用干了 他打了个哈欠 安心地睡去了 再来个5个月 打我 感谢观看